澳大利亚人脑洞是真的大 面对泛滥成家的野骆驼 居然想到了安插间谍的损招 然后开着直升机和加特林 从高空直接大规模的射杀骆驼 然后抛尸荒野 而起因竟然只是天气干旱 造成了农作物收成不太好 聪明的当地人就把这个锅给扣到了骆驼头上 他们觉得骆驼太能喝水了 因为一头野骆驼 以此能喝掉100升左右的水 让本来就稀少的水源 更加紧张 所以就觉得骆驼不是什么好东西 再加上骆驼大量啃食植被 所以他们还给骆驼灌了一个 世纪大害虫的名号 然后就开始了浩浩荡荡的灭骆驼运动 不过这次他们的处理方式是真的损 为了高效率的消灭野骆驼 居然让无辜的骆驼当间谍 老规矩点个赞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个骆驼脖子上的东西 就是当地人的杰作 它还有一个特殊含义的名字 那就是犹大象圈 他们居然把基督文化用到了这种地方 要知道犹大因为出卖耶稣而为不迟 这个被选中的骆驼也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 澳洲地势开阔 且面积极大 要是一只只的找骆驼的话 效率比较低 所以当地人为了能够高效率的灭杀骆驼 就先在骆驼群中抓一只骆驼 给他的脖子上装成这个犹大象圈 里面有着定位系统 然后再把它给放掉 简单的说就是在驼群中 安插叛徒 因为骆驼是群居动物 非常喜欢群居的 所以这只吊对骆驼 就会去寻找自己的种群 找不到就会去想办法 融入到新的种群 等这头倒霉的骆驼 回归骆驼群的时候 他们也就找到了骆驼群 然后这些当地人 就开着直升机和重机枪 顺着定位系统 高效的找到大量的野骆驼 然后开始惨无人道的射杀 很多的骆驼就此逃尸荒野 更损的是 这些人会专门留下那个 带着犹大象圈的骆驼 因为这个骆驼种群 遭受了灭顶之灾 而这个留下的骆驼 因为孤单 还会去寻找新的骆驼族群 并且继续努力的 想要融入境去 然而事实却十分的残忍 等这个带着象圈的骆驼 找到新的种群的时候 这些骆驼杀手 就又开着直升机过来了 紧接着就又是一场屠杀 依旧是熟悉的剧本 他们还会把 这个带着犹大象圈的骆驼 留下 继续这个套路 可怜的是 这个被套上象圈的骆驼 要知道骆驼 也是有感情的 因为一直给种群带来灾难 很多的 带着这个犹大象圈的骆驼 为了保护同类 慢慢的就会发现 自己是个灾星 然后就会选择独自流浪 就算是看到了骆驼种群 也只敢远远的看着 并不敢上前尝试融入 这一幕实在是让人觉得心酸 不得不说 这种方式还是有效果的 人们的猎杀效率 在短期内就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一位澳洲农民 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 在短短的三个小时内 就直接屠杀了113头的骆驼 原因就是 这些骆驼喝了他农场的水 而他们解决的办法 也是十分的简单 那就是直接进行射杀 据统计在2009年开始的短短四年间 澳洲境内的骆驼 就被猎杀了16万头之多 可谓是效果显著 不仅如此 当地人还会出动直升机和车辆来驱赶 然后进行统一的处理 澳大利亚对于射杀的骆驼的处理 也很简单 大多数都是直接扔掉 让他们在荒野中自己腐烂 只有极少数的被运走处理 可能有人会说 他们怎么不吃啊 就算自己吃不完 出口也行啊 据说骆驼的肉吃起来 像牛肉一样 只不过肉质更粗一些 其实澳洲人当然也想 曾经有想过 出口少部分给沙特土豪 但是当澳洲人提出这一想法时 很快就被对方给否决了 理由也很简单 那就是我们虽然吃烤骆驼 但是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而且进口的话 对本地的骆驼业也是个打击 意思很简单 我们不在乎你们的那一点价格 本地就够吃了 你们还是留着这些骆驼玩吧 能出口的骆驼只占了很小一部分 所以大规模出口骆驼肉是不太可行了 再加上由于当地的野生骆驼 所泛滥的地区 大都是偏远的干旱地带 不仅人烟稀少 且捕捉运输困难 所以不好建厂 进行加工的运输 于是在很多情况下 这些被射杀的骆驼 就只能在荒野里腐赖了 看到这一幕 不少吃货 不仅觉得惋惜 不得不说 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是真的任性 如今的澳洲野生骆驼规模庞大 是全世界最大的野生骆驼族群 它们没有主人 没有束缚 成群结队地在澳洲大陆游荡 虽然看起来十分和谐 不过当地人 早已经受够了这种泛滥成灾的骆驼 并且直言它们是一种害虫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这些骆驼本来并不是澳洲的本土物种 而是这些早期殖民者高高兴兴请过来的 早在18世纪的时候 英国殖民者刚到澳洲大陆的时候 就被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给吸引了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内陆地区比较干旱 不太适合交通运输和殖民扩张 于是聪明的他们就从英属印度和阿富汗地区 费了好大的劲 远渡重洋把单风骆驼给请了过来 要知道 骆驼主要有两种 分别是单风骆驼和双风骆驼 这两种骆驼 大家很容易辨认 通过它们背上的驼风术即可识别 而且相对于双风骆驼来说的话 单风骆驼体型更加高且大 腿更细更长 脚底呈现扁平状 因此在沙漠中行走时 不仅不会陷入沙子中 还能在沙漠中更长时间的行走生存 所以当初澳大利亚引进的都是单风骆 随着大量的单风骆到来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往来 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地人对骆驼的依赖程度也很高 但是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 人们的交通出行和运输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 慢慢的骆驼的作用就越来越小 于是数以万机的骆驼就这么被抛弃 被人们放到了野外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可以预料到了 这些骆驼因为失去了束缚 再加上在这里并没有大型的食肉动物 于是他们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繁殖扩张 大量的啃食着草类和灌物类 在无病无灾无天地的情况下 很快就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了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在1969年的时候 澳大利亚的野生骆驼数量在2万头左右 但是到2008年 这个数量就超过了百万之多 这个数目甚至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野生骆驼物种总和 在如此庞大数量之下 所啃食的食物也是十分的惊人 和泛滥成灾的兔子一样 不仅很多草原植被啃得不像样子 造成了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 最让他们受不了的就是 这些骆驼强调了他们畜牧业的食物 有些野生的骆驼因为身体虚弱 有时候会被困在水巴里 或或饿死 这样就污染了当地稀缺的干净水源 还有一些骆驼群体会在寻觅水源和食物时 无意间闯入居民区 对当地的基础设施进行无一的破坏 甚至还威胁着居民的安全 所以骆驼在澳大利亚的民生并不好 甚至被称为世纪大害虫 根据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专家警告 如果骆驼的繁殖速度不得到控制的话 在8到10年的时间里 他们的数量将可能直接翻倍 到时候整个生态系统 必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后来政府也出手开始 干预野生骆驼的数量了 接下来就是单方面的屠杀 实在是不得不让人感叹 澳大利亚对于控制动物的聪明手段 澳大利亚对于动物泛滥处理的方式 简单粗暴 先不说兔子野猫啥的 就说骆驼作为沙漠生存的王者 那是低温动不死 高温热不死 保命技能直接点满 但是依旧躲不过澳大利亚人的直升机和机关枪 还有给骆驼间谍专门设计的 别出心裁的尤大响圈 虽然不讲武德 但是不得不说确实有效 能够快速的通过定位 找到骆驼种群进行射杀 然后抛尸荒野 那么为何在沙漠 遇到可死或者其他死亡的骆驼尸体 最好不要直接上前触碰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骆驼的驼风中 有着非常多的脂肪囤积 骆驼在活着的时候 这些脂肪会随着身体的活动 而被消耗变小 但是死掉的骆驼肯定不能动了 在沙漠的高温下 动物死亡后 就很快腐败 导致肌体肿胀 而死驼风胃里就有水分 驼风里有脂肪 因为无法进行新陈代谢 所以胃里的微生物会发酵出甲蓝 激励过多就胀了起来 如果你因为好奇将刺破骆驼的身体 下场就和这个豹子一样 骆驼乍尸的爆炸现象 这点有点像是惊爆一般 不仅会有难门的气味 还会有病毒和细菌的滋生 所以说还是不碰为妙 尤其是在野骆驼生活的区域 可以说是没有天敌的 这些野生的单风土 本来是殖民者引进的 用来帮助托运商品和运输的 但是因为时代发展被遗弃在野外 加上没有天敌很快的繁殖了起来 他们在五公里外就能发现水源位置 一次能喝掉一百多升的水 简直就是一个个行走的移动大海绵一般 导致其他动物根本竞争不过 许多动物因此被咳死 严重影响了本敌动物的生存环境 因此澳大利亚才会对他们进行屠杀 不得不说这些野骆驼最大的天敌还是人类 但是到如今澳大利亚仍然是世界上 最大的野生骆驼生活区 不得不羡慕澳大利亚那优越的地理环境 对此各位又有何看法呢 欢迎留下评论